劳工部报告显示 消费者通胀率在6月份的年率为9.1% 为40年以来的新高 其中油价涨幅最大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统计 油价在6月份创下历史新高 平均每加轮超过5美元 之后油价有所回落 周三的平均油价为每加轮4.631美元 劳工部表示除去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 所谓的核心价格从5月到6月上升了0.7% 这是一年以来最大的增幅 与12个月以前相比 核心价格跃升了5.9% 略低于上个月的6.4%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上个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央行希望看到通胀放缓 令人信服的证据 才会缩减加息幅度 新讨人记者上进 纽约报道